嗨 今天的这个话题不是特别的流行 可以说是比较少的人去提及这样的一件事情 可是在一个影片里面 这一种镜头却是经常的发生 那么你可能会问 这些镜头看起来真的是很一般 并没有像是航拍摇臂或者是稳定器那样 那么的吸引人那么的有运动感 但是如果利用好固定机位的这种特性的话 可能会拍的比之前所提及的所有镜头 都更有运动感 这好矛盾啊 怎么说呢 成龙大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的一段话 在成龙的电影里面 固定不动的广角镜头会经常看到 虽然这种镜头本身的表现力并不是特别的出众 但可以更好的让观众专注在表演者身上 而不会被其他的东西导致分心 这也可以很好的在后期的时候做剪辑的切换 因为可以不用考虑相机的一个运动衔接 如果在没有看这个采访之前 其实我也没有留意到 原来他的影片是有这么多的固定机位的 那么也就是意味着这种镜头的运动感 并不完完全全来自于相机的一个运动 更多的是一个剪辑和分镜头的一些理解 而在一个分镜头表里面 我们也会经常看到这样的字眼 这表示摄像机没有动固定在三脚架上面 非常简单的去做一个记录 除此之外 固定的机位运镜 也就是说放在三脚架上面的运镜 不仅仅只有固定着不动 还有一些其他的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平移摇镜头和上下摇镜头 这种镜头最简单的一个解释就是 就好像一个人站在一个地方不动 只是左右看或者是上下看的感觉 可以让我们在同一个镜头里面 视野不会被局限在固定的荧幕大小 而是随着镜头的移动看到更多的剧情 在早期的电影里面 摄影的风格多数是以一个模拟舞台的形式 一个固定机位去拍全景 特写镜头也是在1901年才被使用 直到1903年的时候 水平摇镜头才被使用在这部影片里面 我们可以从左到右看到剧情的发展 从那时候开始 摇镜头才被电影人用来做一个 镜头语言的使用 第二种 调整镜头的焦段 通过变焦镜头来改变焦段 去达到类似放大或者是缩小的效果 而整一个世界都在压缩扭曲 这会不同于我们在数码设备上面观看照片的时候 去调整放大或者是缩小 因为改变焦段会影响各种不同的参数 拉伸 压缩 可视范围 虚化等等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的电影人会用快速变焦的效果 调整变焦的速度加快 就像是一瞬间从A点到B点 而比较出名使用这一种镜头的 就是我们的绿草地导演 Paul Greengrass 在他很多影片里面都会出现这一种比较标志性 有点纪录片的一种摄影风格 还有就是昆丁的电影里面也会经常看到这一种快速的变焦 不过变焦镜头在电影里面还是比较少出现的 因为很容易会让观众察觉到相机的存在 而有可能会导致出戏 毕竟变焦镜头这一种效果是我们人的眼睛模拟不出来的 是镜头特有的 不像其他的运镜 还有一种就是改变对焦 通过改变对焦点 从而转移观众看的位置 让观众去看导演想展示的地方 也就是在同一个镜头里面 从原本对焦的对象改变到另一个对焦的对象 这种运动方式的强度也取决于景深的深浅 景深越浅就会越明显 有些电影里面会使用非常深的景深 让观众看到前景的同时 也可以相对清晰的看到背后窗户的人 但是很多电影里面也会使用比较浅的景深 让后面的人物或者是东西彻底模糊掉 更凸显前景的人 当我们去改变对焦的时候 这种前景深的效果会非常的有戏剧性 而在电影里面最常看到的情况就是 当我们的主角往镜头走的时候 人物始终是在一个对焦点上 如果我们重新开始再看一次这个片段的话 可以看到人物背后的背景开始慢慢的虚化 这是因为摄影师在不断的改变对焦点 而让前景失了,背景虚了 改变对焦点是一个很常用在角色对话戏里面的一种效果 当一个人物说话的时候就会对焦到他 当另一个人物在说话的时候又会改变对焦点 最后我们直接来做一个总结吧 这期视频其实是想提醒大家 不要去忽略那些看起来一般 或者说是一些不太起眼的镜头 比如说这种固定镜头 不要只看到了一些看起来很cushion的一些运动方式 因为每一个镜头的强大 是你对于这一个视听语言的理解 你如何的把它利用的更好 这才是最关键的 OK That's it Peace 还有就是拍片不仅仅只有相机的 还有很多东西的 例如服装 千万不要老是穿同一套衣服 在一个镜头里面出现 这样看起来电影感觉很差了 会感觉我下一秒要切到一个古装或者是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